110年全國性的公民投票 將會在今年的12月18日要舉行投票 那當天投票的時間是要從早上的8點 一直到下午的4點為止 那首先呢我們要感謝 也歡迎各位來參加今天的記者會 藉由各位媒體朋友們的報導 能夠讓我們的民眾了解這次投票相關的規定 那在今天11月8號 我們全國的各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 都公告了投開票所設置的地點 那今年的公投呢 我們一共全國設置了17,479個投開票所 那我們中選會也提供投開票所線上的查詢 民眾從即日起可以透過電腦或者是手機 就可以進入中選會110年 全國性公民投票的專區網站 就可以看到我要去哪裡投票的這個快收的平台 來即時查詢投票所的地點 那此外呢民眾也可以從12月13日到18日中選會 以及內政部的網站來點選110年全國性公民投票 投票所地點的查詢 那這個查詢呢是用國民身份證的字號 出生的年月日還有這個查詢 有無這個投票權以及投票所的地點 這次的公民投票原來預定的投票日期是在110年的8月28日 因為受到COVID-19的疫情的影響 所以我們改定在12月18日來舉行投票 因此這個投票權人仍然是以原定的110年8月28日有投票權資格的投票權人為憲 那這一點我們要特別的來跟各位做個說明 那依據公民投票法第24條準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0條的規定 已經編入到我們投票權人名冊的投票權人 他在110年8月9日以後 遷移他的戶籍的話 那這部分呢還是要請大家能夠回到原戶籍地的投票所來投票 中選會也特別製作政策說明的單章文宣 請各副政事務所來加強宣導 那在此呢我們要特別呼籲民眾在進入投票所前 除了先了解各公民投票案的內容 決定要同意或者是不同意 以加快投票的速度 民眾可以透過我們中選會舉辦的意見發表會 還有公投公報的電子書等等的方式呢 能夠掌握到每一個公民投票案相關的資訊 而這些訊息呢 也可以在我們中選會110年全國性公民投票的專區網站裡面去查詢 那這次的公民投票是108年6月21日公投法修正通過之後呢 第一次舉辦的全國性的公民投票 這次呢沒有跟公職人員選舉合併舉行投票 社會各界呢也對我們有很高的期待 我們全國的選務人員也會齊心協力辦好這次的公民投票 也希望各位媒體記者們能夠對選務多加報導 讓全國的民眾都能夠了解順利的完成這次公民的投票 那以上謝謝大家 好 接著進行媒體提問 好 各位媒體朋友 有沒有什麼指教 請先報你的服務單位跟姓名 謝謝 台視新聞傅士安提問 想請教一下這一次總共有多少選舉人 然後另外想問一下說 因為4點是投票的截止時間 那如果到場還有人在排隊的話 會不會讓他們投完 那這樣會不會造成說一邊投票一邊開票的問題呢 謝謝 好 謝謝 這一次的有投票權人的人數呢 達到1988萬多 1988萬多 那比2000年的總統選舉 這個投票權人還多 因為這次投票權人的這個年齡呢 是下降到18歲 所以是有1988萬多的合格的選民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呢 我們投票的時間還是從上午的8點到下午4點 那到下午4點時間一到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截止 但是你在4點之前已經到達這個投開票所排隊了 已經到達排隊的人呢 還是可以進入來投票 我們會有工作人員4點一到 就站在這個排隊最後面我們會舉牌 同時警務人員也會協助我們來維持會場的秩序